我很緊張 為甚麼 我也很擔心我自己 因為最近我經常敲傳 又鼻敏感 原來甲醛會留在空氣裡面 3至3年 這麼大件事 我知道了 最近出了一把新的 Pure Cryptomic空氣清新風扇 它持續分解甲醛的技術很厲害 可以幫到我們 我們聽聽工程師說一下 好啊 OK Let's go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紅色的框框 就是一個120呎的房間 測試的空氣淨化機 到底有沒有用 所以Dyson就把整件事變大了 就成為他們自己獨特的Polar Room 就是這裡整個白色的空間 裡面會放了9個不同的感應器 在家裡每一個不同的角落 高高低低全部都有 令測試更加精準 所以就會令到他們的機器 就出來真的可以提供到 一個好淨化的空氣